很多加拿大的学生未来的方向呢 可能想申请Engineering或者是Life Science 或者是未来医科的方向啊 那么就要求孩子们在高中阶段 你的科学能力是比较强的 重点体现就是物理化学生物 那么今天盘点一下 加拿大国家范围内的科学方面的竞赛 第一个呢是NBC National Biology Competition 国家生物竞赛 它是由多大来举办的啊 主要的目的是甄别在生物方面 或者是科学方面的特殊人才 考察竞赛题目的内容呢 大部分是学校大纲范围之内啊 有少量超纲的内容 需要甄别这方面特殊的人才 第二个比赛Canadian National Brain Bee 这是由麦玛 McMaster大学主办的啊 重点针对那些对脑部或神经科学研究 非常感兴趣的高中生啊 那么它的影响力Brain Bee 全球非常广 至少每年有35国家 都会进行Brain Bee的科学比赛 那么自Brain Bee在1996年 首次举办比赛以来 那大部分的优胜者 甚至是参赛选手 未来都会从事脑部研究的方向 同时Brain Bee的获奖者 也会被各个大学作为 申请脑科学或者是神经科学 未来研究方向的一个主要首选 那么我们如果说第一个比赛 NBC是加拿大国家级比赛 那么第二个Brain Bee 是国家兼国际级影响力的比赛 接下来第三个就是OAPT 叫安省11年级物理比赛 这个竞赛呢 是由安大略省的物理教师学会 来主办由多大赞助协办的是省级的比赛 下一个竞赛是CCO Canadian Chemistry Olympiad 那么获胜者可以进入化学奥赛加拿大总决赛 在总决赛获胜者进入全球国际的奥赛的总决赛 最后一个重磅级来了 他素有全球青少年科学竞赛的世界杯之美称 他也是目前所有竞赛里面最大规模 最高等级唯一一个面向高中生的科学比赛 他为来自全球的小小科学家 发明家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 以及展示近期科研成果的这么个舞台 那么获奖者除了能够得到高额的奖金之外 还会被邀请到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作为嘉宾 同时还能进入到麻省理工大学林肯实验室 为小行星命名 这就是Intel International Science Engineering Fair